講到這個Found Family 那我們就來看一個實際的例子 一個很常見的選擇就是 我在使用Found的時候 我優先選擇System的Found 就是所謂的NativeFound 但是這個System有很多 比如說我們知道在iOS上面 現在的Default字體是San Francisco 所以你會希望說 如果這個網頁看起來很像 Native的UI的話 這個時候字體選擇San Francisco 感覺好像還蠻融合的 融合在這個系統裡面 Windows的話有Windows的Found Android的話有Android的Found 要怎麼樣設計一個Found Family Such that它在不同的平台上 看到的字體盡量都跟System Default的Found是一樣的 這邊我們把它寫在這邊 就是你在設這個Found Family的時候 你可以優先給這個 依序是這樣子 它下面是一個Array 那你依序先給這個Dash AppleSystem 然後給System UI 那這個目的的話 我解釋在上面 就是基本上 這兩個東西是在Chrome 跟Safari上面 你就是讓這個iOS Render San Francisco的字體 那這個System UI 除了可以在iOS上 或是OSX上面 Render這個Default字體外 它也可以Generally Apply到Windows Linux 或者是Android OK 那這個時候如果你對 舊版的OS 這個Chrome 針對舊版的時候 你也希望它 Render San Francisco 那你就再加這一行 就是Blink Max System OK 那這個時候你再往下加 比如說 對於舊版的Windows來講的話 你可以是Seqo UI 那Android的話 你可以Specify它的字體是Roboto 如果真的都不行的話 那你這個時候 你再Fullback回去一些常用的字體 比如像 Helvetica Ariel 或是Sensory OK 那我們來試試看 好不好 比如說 我在這個MainCSS裡面 我讓我的這個Body 它的Found 就是我剛剛寫的這個Found OK 這個FoundFamily 你可以看到這個 這個FoundFamily呢 我把它打好一點 我們來Copy一下好了 我去其他的把它Call過來 好吧 好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 我們就是 基本上就是 給它一個 用豆點分開的這個 字體的Array OK 好 那最後接一個分號這樣 那你會發現 如果這個字體中間 如果有空白的話 那你要用雙引號 把它框起來 這樣子 要把它Escape起來 所以 這樣子的話 才會認為這樣 是一個字體的名稱 這樣子 OK 好 那我們設完了之後呢 我們回去這個網頁 好 然後我們Refresh一下 看一下 好不好 好 你就會發現這個字體呢 就變成了這個System DefaultFound 好 那因為我這邊用的是Map 所以 它就會變成San Francisco 好 那這個看起來好像 蠻醜的對不對 好 我們 先把一些 剛剛的這些顏色 把它 把它關掉 關掉好了 好不好 好 然後我們 給一個這個 P 好 我們重新看一下 這個 這個 把它 delete掉 好 所以 紅色還是蠻醜的對不對 好 所以這個基本上就是 San Francisco的Found OK 好 那如果你把你用iOS 有用這個iPhone的話 你用iOS打開 你會發現它就跟 這個System Default是一樣的 其實你從上面就可以看得出來 你看 你看這個字體 這個字體 有沒有 有沒有 跟這個字體其實是一樣 好 那在Windows上你會看到一樣的效果 好 所以如果你想要用這個 這個 呃 這個NativeFound的話 好 那你就把這一行 打進去 那基本上 你就會有NativeFound OK 好 那除了用NativeFound以外 那你說老師 那我要一些其他的字體 可不可以呢 好 好 那當然可以啊 那以前的話是這樣 以前的話你如果要有新的字體的話 有些字體是要錢的這樣 而且還蠻貴的 所以其實 對設計師來講 就是 是一筆 這個 一筆開銷這樣子 你可能會 花錢 可是你就算是買它 你的 你的讀者在看的時候 其實 也不見得有那個Found 這樣子 那如果你把這個Found impact在你的網頁裡面的話 有時候 就會降低傳輸的速度 這次蠻麻煩的 那 Google呢 後來就提供一個Service 叫做Google Fund 那這個還蠻好用的 這樣子 你可以去看一下 我看一下怎麼用 就是說 基本上你如果Search 這個 Google Found OK 好 那 第一個網站就是 好 我們點進去 好 這邊就是Google提供的 全部都是免費的 的網 的這個 這個字體 這樣子 那這個字體呢 它在這邊就快速的讓你看一下它的長相 好 比如說我覺得 這個好像還蠻好看的 所以我可以看看說 比如說 縮小一點的時候會長什麼樣 大一點的時候會怎麼樣 OK 然後它的這個Found Weight 比如說我們剛剛不是講Found Weight 可以有 400 500 700 100嗎 那基本上就在這邊你可以看 比如說如果是100的話 那它可能就很細這樣子 那如果是700的話 就是粗體 那你可以看一下 好 那你如果看了一下之後 你覺得我想用這個字體 那怎麼怎麼怎麼使用這個字體呢 你也不用花錢買 這都是免費的 那基本上你就按加 加了之後呢 好 把這個打開 打開之後呢 它就告訴你說 喔你就在你的這個 page裡面呢 那你就 insert這個link ok 就跟我按插一個css一樣 好 然後呢 在你的css裡面 在你想要apply這個字體的element上面 specify 這樣子的property 就是family 然後 後面寫這樣子的字 那基本上 就會是 我們看到的這個樣子 ok 其實還蠻簡單的 這樣子 那我們來看一個 比較明顯的case 比如說像這一個好了 好不好 這個是一個手寫字體 對不對 好那我們來用用看 好不好 所以我就把這一行 後比過來 然後加到 我們的 html裡面 好 在html裡面 除了我們自己的css以外呢 好 我再加一個google fund ok 然後呢 在我的 這個 想要specify的element上面 我apply這個字體 比如說我今天希望的是 呃 我的這個 h1 是apply剛剛的這個手寫字體 那這個時候我就回去我的 這個 css裡面 我把 這個關掉 去css裡面 那我把h1 給他一個found family ok 好那這個時候我們refresh一下 我們的網頁 好 你就發現 我們的這個字體變成了手寫字體 對不對 好你可以 比如說我要讓它好看一點的話 我可以 給它text align center 好 再refresh ok 好它就變成了我們要的字體 可以嗎 好那 基本上如果有google fund 大家善用google fund的話 那基本上就 啊 就可以省掉不少功夫 好你去找這個 字體的這個 這個時間 好那這邊要注意一下 你在使用google fund的時候 那你會覺得說 哇這免費的對不對 所以我就加很多很多found 這樣子 那in practice 這不是一個好的做法 因為 其實你每加一個found的 基本上 你都會 增加你web page的loading time 它要load整個found 整個字體剪下來這樣子 好 所以你會看到在google fund這邊呢 你當你今天加入一個字體的時候 它旁邊這邊會秀一個load time這樣子 好 那今天告訴你的是 這個load time告訴你 你加到目前為止來講 load time還算快這樣 好 可是如果你今天加兩個 比如說我想要用這個字體 那我也想要用這個字體 好把它加進來 加進來之後呢 好你看一下 所以這個時候呢 我的link呢 除了會load我剛剛那個手寫字體以外 好你看到後面我又露了一個新的字體 OK 那當然你就可以一直加一直加 好 比如說 我還可以加這個 加那個 好 再加一個 這樣 好 那一直加一直加之後呢 當你今天 都想要用的時候 你會發現 這邊google會警告你 好說 你的load time 現在會慢了 所以你要注意一下 你是不是真的需要 這麼多的字體呢 好 這邊變成是你可以用的字體 對不對 那你是不是真的需要那麼多 那就請各位同學要自己去trail 好不好 通常原則上 我們在一個網頁 盡量就是 頂多就是用兩種字體 應該就夠了 除非你有很好的理由 你要用很多字體 不然的話 其實通常效果來講 也不會讓user覺得比較好看 因為他會覺得很點花了亂 所以盡量 這個在使用google font的時候呢 記住一個原則就是 less is more 可以嗎 沒事的話就不要用新的字體 這樣子 好 ok 所以這個是使用font的一些原則 是非常不重要的 總之要是 好